第四十集 蓝望鸡远远盯着那边 等了半天也不见魏无羡有回来的意思 他慢慢低下头 踢了踢脚旁的一块小石子 把这块无辜的小石子翻来覆去的撵了好一阵 再抬起头 魏无羡居然从怀里取出一样东西 交给了说的最多的那名农家女 蓝望鸡呆呆站在原地 实在忍不住了 正在他准备迈开步子走过去时 魏无羡总算是负着手悠悠地夺回来了 魏无羡站到蓝望鸡身边道 韩光君 你应该过去的 那院子里还养了兔子呢 蓝望鸡却没对魏无羡的调侃有所反应 壮似冷淡的道 问出什么了 这条路通往异常 石碑上的第一个字 是异字 狭义之异 也对 也不对 和解 字的确是那个字 意思却不对 非狭义之异 乃义庄之异 蓝望鸡和魏无羡 踏着乱丛杂草走上这条岔路 将那块石碑甩在身后 魏无羡继续道 这几位姑娘说 自古以来住在那座城里的人 十之六七都短命 要么短瘦 要么横死 城中置放尸体的益庄非常多 再加上当地特产棺材纸钱等丧葬阴凤之物 城中人无论是做棺材 还是砸纸人 都手艺精湛 所以就叫了这个名字 路上除了枯草乱石 还有不易察觉的沟壑 蓝望鸡目光一直留意着魏无羡的脚下 魏无羡边走边倒 他们说 这边的人很少去驿城 里面的人除了送货出来 也很少离开 这几年几乎没见到人影 这条路已经好几年没人走了 果然难走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给了他们盒物 啊 你说那个 是胭脂 魏无羡在清河的时候 向打听行路领的那名江湖狼中假道士 买过一小盒胭脂 一直戴在身上 魏无羡道 向人家打听事情 总得给点答谢 我本来要给银子 结果把人家吓坏了不敢收 看他们很喜欢那个胭脂的香味 好像从没用过这种东西 就送了出去 顿了顿 魏无羡又道 韩光君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那盒胭脂是不算好 但现在的我又不比从前 整天身上带一堆花花草草 拆拆环环到处送姑娘 真没别的能送的了 有总比没有强 像是被唤醒了什么很不愉快的回忆 蓝忘机眉间一皱 慢慢扭过了头 沿着这条南行的道路前行 杂草渐渐稀少 朝两旁收拢爬回 路面也逐渐开阔 雾气却越来越浓 左手臂收拢成全时 一座破败的城门 出现在了长路的尽头 城头的角楼 缺瓦少气 掉了一个角 异常破败难看 城墙上近是不知何人乱化的涂鸦 城门的红色几乎退成了白色 门钉一颗颗绣的发黑 两扇门虚掩着 仿佛有人刚推开一条缝 溜了进去 还没进去 就让人感觉 这必然是个群魔乱舞的鬼地方 魏无县沿路走来时 一直在四下打量 到了城门前评价道 风水真差 蓝忘机缓缓点头 穷山恶水 这座一城四面 都是高山峭壁 山体严重向中央倾斜 呈压倒破鞋之势 仿佛随时都会塌下来 四面八方都被这样黑须须的庞大山岩包围着 在惨白的雾里 比妖魔鬼怪还妖魔鬼怪 光是站在这里 就已经让人胸口发闷 心口发慌 透不过气 有一股强烈的威胁感 自古以来就有人结地灵的说法 反过来的说法也是有的 某些地方 由于地势和所处的位置 风水恶劣 天然被一股煤气营绕 居住在此地的人容易短命夭折 诸事不顺 若是祖祖辈辈都扎根于此 更是没到了骨子里 而且这种地方经常滋生异象 发生失变 厉鬼回魂等事件的可能性 是别的地方的好几倍 显然 异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这种地方 一般位置偏僻 仙门世家管不到 当然也不想管 很麻烦 比水行渊更麻烦 水行渊还可以驱赶 风水却是难以改变的 没人哭着喊着 求上门来的话 各家族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当做不知道了 背井离乡 是城中居民解脱的 最好办法 然而如果一个地方的人 世代扎根于偏僻之地 是很难下定决心 背井离乡的 就算家乡十之六七的人 都短命 但说不定 自己就是那另外的 十之三四呢 这样想 似乎还可以忍受一下 魏无羡和蓝忘机 走到城门前 交换了一个眼神 支压 不堪重负的轴承 载着两扇 没有对齐的城门 缓缓打开了 眼前所见 没有车水马龙 也没有凶尸扑面 只有铺天盖地的白色 大雾弥 大雾弥漫 比城外的雾气浓郁数倍 只能勉强看清 前方有一条笔直的长街 街上没有人影 两侧树立着房屋 两人自然而然地 朝对方靠近几步 一起进入城中 此刻仍是白天 城里却寂静无声 不但没有人语 连鸡鸣犬飞 都听不到一丝诡异之极 不过 既然是被那条左手臂指定的地点 若是不诡异 那才叫人奇怪 沿着长街走了一阵 越是深入城中 白雾越是浓重 仿佛妖气四溢 一开始 还能勉强看清十步之外 后来五步之外的轮廓 便不能识别 再到后来 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了 魏无羡和蓝望鸡 越是往里走 靠得越是近 肩挨着肩才能勉强 敲清彼此的脸 魏无羡心中 油然而生一个念头 若是有人 趁着这大雾 悄悄插到我们中间 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 恐怕还不知道 会不会被发现 这时 他脚底踢到了什么东西 低头去看 却无法辨别是何物 魏无羡扯住蓝望鸡 让他别独自走远了 俯下身 眯眼查看 一颗怒目远睁的头颅 冲破迷雾 撞入了他的视线 这颗头颅上 是一张男子面容 浓眉大眼 面颊上 有两团异常突兀的腮红 魏无羡方才踢过这颗头颅 险些把它踢飞 知道这东西有几斤几两 这么轻 肯定不是真人的头 提起来一捏 男子的脸颊塌了一大块 腮红也被抹下一片 原来是一颗纸扎成的人头 这纸人头做得唯妙唯小 妆容夸张 五官却较为精致 一城特产 丧葬阴凤物件 扎纸人的工艺自然不错 纸人里有替身纸人 民间相信 把他们烧给死者 就能替仙人在地狱里受苦 包括上刀山下油锅 有丫鬟美女在阴间 侍奉仙人捏腰垂腿 当然 这些只是生者 替自己求个安慰而已 这颗纸人头 则应该是一名 殷利士 殷利士 顾名思义 是打手 说是下去之后 能保护仙人 不受其他恶鬼 和刁钻判官的欺负 后背烧给他的纸钱 也不会被小鬼抢走 这颗纸人头 原先一定还配有一个 高大扎实的纸身体 不知被谁拽了下来 扔到了街上 纸人头的发际乌黑 一缕一缕颇有光泽 魏无羡身手摸了摸 紧紧粘在头皮上 仿佛真的是他长出来的头发 魏无羡思索道 手艺当真不错 莫非是取了真人的头发 沾上去的 突然 一道细瘦的黑影擦着他 快速奔过 这道影子 来得极其诡异 紧紧擦着魏无羡的身侧 跑了过去 刹那间就消失在了浓雾里 碧尘自动出窍 追着那道身影而去 输得又收回来 合入窍中 刚才那个贴着魏无羡 溜过去的东西 跑得太快了 绝对不是人能达到的速度 蓝王鸡道 刘神 戒备 虽然刚才只是擦肩而过 可难保下一次 他不会做点别的什么了 魏无羡起身道 你刚才听到没有 脚步声 竹竿声 不错 方才那短短的一瞬 除了急促的脚步声 他们还听到了另一种奇怪的声音 哒哒哒 很是清脆 类似竹竿在地上飞速敲打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 正在这时 前方迷雾之中 又传来一阵脚步声 这次的脚步声 很轻 很慢 也很多 很杂 仿佛许多人 正在谨慎地朝这边走过来 却偏偏一句话也不说 魏无羡翻手 将一张燃音符 轻飘飘地朝前置去 若是前方有什么怨气四溢的东西 它就会燃烧起来 火光 多少能照亮一片地方 对面的来客 也觉察到了这边有人制出了什么东西 立即反击 突然发难 树道光色不一的剑芒 杀气腾腾 袭面而来 碧尘从容出窍 在魏无羡面前有了一遭 将剑芒尽数击退赤回 那边一阵人仰马翻 手忙脚乱 听到嚷嚷之声 蓝望鸡立即收回碧尘 魏无羡则道 金灵 私追 果然他没听错 金灵的声音隔着白雾响起 怎么又是你 魏无羡道 我还想问怎么又是你呢 蓝私追尽力克制 声音里却满是欢喜 莫公子 你也在 那是不是 韩光君也来了 一听蓝望鸡可能也来了 金灵立刻闭嘴 仿佛又被施了禁言 生怕被蓝望鸡逮到错整治 蓝景仪也喊道 一定来了 刚才那是碧尘吧 是碧尘对吧 魏无羡道 嗯 来了 现在就在我身边呢 你们都快过来 一群少年得知对面室友飞敌 如蒙大赦 一股脑围了过来 除了金灵和蓝家的一群小辈 还有七八名身穿其他家族服饰的少年 迟疑之色 仍未退进 应当也是身份不低的仙门世家子弟 魏无羡道 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啊 一出手就这么狠 好在我这边有韩光君 不然伤到普通人怎么办 金灵反驳道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普通人 这座城里根本就没有人 蓝思锥点头道 青天白日 妖物弥漫 而且竟然没有一家店铺开门 魏无羡道 这个先不急 你们是怎么聚到一起的 别告诉我 你们是约好了结伴出来夜列的 金灵那个看谁都不顺眼 跟谁都要打架的横性 之前又和蓝家这几名小辈有点摩擦 怎么可能一起结伴夜列 蓝思锥有问必答 解释道 这就说来话长了 我们本来在 正在此时 迷雾中传来一阵 咔咔咔咔 哒哒哒 异常刺耳的 竹竿敲打地面的声音 咔咔咔咔咔咔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